那今天的新聞頭條就是帶大家來看到 上個禮拜許仁傑跟她的老婆 雅希兩個人三年的婚姻玩完 當時許仁傑就表示 我們的婚姻關係還存在著 不過的確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但是這番話才講完不久 許仁傑就被鏡抽刊給拍到 她貿雨騎車進入了八點檔女星 謝金穎的家中之後 一個晚上都沒有再出來 知名藝人許仁傑上週才剛傳出 和老婆雅希三年婚姻玩完 雖然她說婚姻生活還需要磨合 但卻被鏡抽刊拍到疑似和戲劇 黃金歲月中的CP謝金穎查出哀的火花 9月4號謝金穎開車到 許仁傑英哥的宿舍 兩個小時後兩人很有默契 以前以後低調離開 9月13日又被拍到 謝金穎一人到華視工作 接著轉站片場一路忙到 晚上12點多才回家 但是她竟然先和一名在大雨中 騎著機車等待她的男子會合 在雙雙滑進社區大樓 9個小時後 這名男子在騎著機車默默離開 而這名神秘男子正是許仁傑 說好的要和老婆磨合 卻磨到謝金穎家去 兩人是否假戲斟作 讓外界相當關注 而許仁傑和謝金穎他們這一隊 另外就是在黃金歲月裡面的CP 兩個人不僅在戲中打得非常火熱 相差8歲的他們在戲外 也在社群網站拼命貼CP照放閃 引發了許仁傑老婆的不滿 透過圈外人士的友人轉述 許仁傑的老婆雅希 曾向身邊的閨蜜訴苦 自從老公進了黃金歲月劇圖之後 整個人就變了 不但常說因為拍戲 所以要外宿過夜 讓他一度搬回娘家 至今還要獨自養家 據傳許仁傑一個月僅給1萬元家用 還要出示收據證明 經過何可才能報仗 另外也傳出 雅希飽受許仁傑的言語暴力相待 經常出言不遜 甚至怒丟東西 對照先前報出雅希在臉書上寫 活在恐懼當中 似乎就可以得到印證 另外一方面 和許仁傑傳出緋聞的女星謝金穎 向經紀人解釋 加上再三的保證 她表示 因為許仁傑老婆 其實平常的醋意就還蠻濃的 加上對方本來是已婚狀態 所以她自己 當然是會保持適當的距離 另外她也稱現在自己目前單身 自己的條件也沒有很差 而之前有跟許仁傑出去 但只有兩次而已 而且也都是跟劇組一群人 大家一起出去的 根據鏡週刊了解 民視攝影棚內沒有聽說類似的消息 經紀人也正在了解當中 強調沒有耳聞過 許仁傑和謝金穎傳出花邊 對於此事感到非常驚訝 並且不可置信 加上女方再三否認 與保證沒有隱瞞 經紀人選擇相信自家藝人 至於許仁傑的方面 關於她和老婆雅希 目前的關係 是否真的跟謝金穎假戲爭作 截至截稿為止之前 許仁傑的經紀人沒有再接電話 所以無法獲得回應 朋友是今天早上 大家非常關注的娛樂消息 我們接下來來看到的是 烏克蘭籍女星加納 她在8月的時候 跟祖雄兩個人是大方認愛嘛 說兩個人從炮友升格 成為了戀人 非常的火辣的一段告白 是 可是CityOne他們卻收到 號稱是加納的前男友的 朋友的爆料 這名友人呢 她就說其實呢 加納在跟祖雄成為炮友的時候 她還沒有跟她的前男友分手 而且這名友人還說 當時前男友在烏俄戰爭爆發的時候 她還曾經經援加納 讓她幫助在烏克蘭的家人 這名友人爆料 加納跟前男友交往三年多 兩個人交往期間 同居在林姓男友的地堡裡面 而這名友人爆料 從加納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這名前男友就替她支付 烏克蘭家中的休閃費用 接著她也每個月都給對方零用錢 更時常招待加納的爸媽和妹妹出國旅行 去年兩個人還在交往的時候 加納就被拍到和祖雄相約摩鐵 甚至事後又送回到地堡的男友家門口 讓林姓男友沒有辦法接受 才會要求加納要搬出豪宅 不過加納搬離地堡之後 這名前男友仍然心軟幫她支付了一年的房租 更在烏爾戰爭爆發之後 借加納幫忙支付烏克蘭家人的機票錢 但不久之後 加納和祖雄同居才會讓爆料者看不下去 對此加納的經濟公司回應表示 現在她跟祖雄兩個人相處得很愉快 公司也給予祝福 而對於被爆料她劈腿的女星林佳納 她其實平常的風格都是非常的嗆辣的 而對於這個劈腿的爆料 她則是不滿的回應表示 關於錢的部分一概都不是真的 對於爆料加納回應 這些跟錢有關的事真的很誇張 也都不是真的 和前男友分手之後 就再也沒有金錢上的往來 更不可能叫他出錢給我父母 而她也再次強調和前男友是和平分手 不常聯繫但也維持友好的關係 她說這個爆料的人不是她的朋友 真正的好朋友不會假借爆料來捏造事實 最後加納也表示 後續再有不實的爆料 將保留法律追溯權 她氣憤的說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匿名爆料 自稱是誰誰誰的好友 這樣就可以講一些假的東西 而不用負責任 這樣也太不公平了 接下來我們來關注韓國的娛樂圈消息 BLACKPINK的珍妮 5月的時候就被人爆料 她和V正在熱戀當中 可是她疑似是手機被盜 所以遭到駭客曝光了兩人多張的熱戀照片 而這名駭客非常的囂張 她在20號的時候再度曝光了最新的私密照 竟然是一張珍妮全裸泡澡的照片 疑似是因為這樣就有網友發現 昨天晚上珍妮的私人帳號裡面 追蹤中和粉絲的名單 都已經全部清空 根據推特瘋傳的照片 曝光珍妮跟V戀愛照片的駭客 20號再度耐不住性子 在群組裡面開嗆表示 你現在才刪有點太晚了 更貼出珍妮裸著上半身 在浴缸裡泡澡的照片 她還寫下 這是珍妮在浴缸裡泡澡的照片 疑似是因為這樣 昨天半夜就被粉絲發現 珍妮的私人帳號裡面 追蹤中和粉絲名單 都已經全部清空 而由於一系列的私密照片報不完 歌迷盼望公司可以早日介入 擺平此事 不過珍妮的經濟公司 YG娛樂到現在都還沒有對外發出聲明